两周前在上海的CP29漫展上 出现了一个绝世好活 一位别出心裁的Coser Cose成了观音菩萨 引得现场的善男性女们顶礼膜拜 然后有些赛博味道士就受不了了 指责这个Coser没有敬畏之心 是对神灵不敬 会造业障 那我要说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 怎么可能这么小心眼呢 其实Cose观音菩萨这件事 早在120年前就有人干过 当时没有一个键盘侠敢多嘴 因为连皇帝建造这个Coser 都要喊亲爸爸 她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 执掌戴青近半个世纪 堪称19世纪东半球最富有的女人 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 嗨大家好 我是出道失败座频道还展的靖峰 今天我就来带大家体验一下 慈禧太后的一天 慈禧每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早朝 作为大清朝的实际掌权者 慈禧的执政成绩虽然并不理想 但她本人倒也不算太懒 无论春夏秋冬 花风夏雨 慈禧几十年如一日 都会准时到养心殿上早朝 早朝在蜻蜓有个专门的词 叫叫起 一般是早晨七八点开始 主子起得早 奴才们当然就起得更早 一般是饮食 也就是凌晨三到五点 宫女太监们就要准备当差了 打热水 熬银耳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事情的宫女会趴在地上磕头 然后喊一声 老祖宗吉祥 这一声就是人肉闹宁 慈禧一听就知道 得上班了 跟咱们一样 慈禧起床也要磨叽一会儿 等慈禧请宫的门帘子 挑起半个之后 那就代表太后 已经做好了起床的心理建设了 可以进人了 然后侍女太监们陆续进去 自后慈禧洗脸梳头化妆 这都弄完了之后 慈禧要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抽大烟 慈禧抽的不是一般 满清贵族长臭的关东烟 而是进口的阿拉伯水烟 用这种水烟管吸一口 相当于现代人 抽一整根香烟 还是要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 吸烟有害健康 画面内容为讲解需要 切勿模仿 一般吸完两管大烟之后 老太监就会给慈禧献上奶茶 喝奶对茶 这是关外的习惯 慈禧最爱喝人奶和牛奶 喝两口奶茶之后 御膳房就要进早膳了 早膳先用大提盒装好 然后用龙纹绸布包成包裹 由总管太监李莲英 捧到慈禧面前 宫里有个特别严的规矩 不当太后的面 食盒绝对不允许打开 食盒里有早点20多样 光粥就有八宝莲子粥 玉田红稻米粥 香糯米粥 一人米粥 八宝粥 鸡丝粥 饼有麻酱饼 油酥烧饼 白马蹄饼 萝卜丝饼 青油饼 胶圈饼 糖包 糖饼 也有清真食品 比如炸散子 炸回头等等 还有卤制品和素食锦 这就跟咱们现代的 自助早餐也差不太多了 吃完早点 输完口 喝半杯奶茶 再美滋滋的吸一管大烟 慈禧就得上朝去了 上朝之前 慈禧还要先换一套 隆重的镇装 穿凤驴 戴凤冠 配公瓜 批凤佩 那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 原来是精致讲究的 东北老太太 那现在就是 垂帘听证的 大兴第一俏寡夫 换装完毕 慈禧就该起嫁 去养心殿上早朝了 一般只有召见 封疆大吏 宗氏王宫 才在乾清宫 慈禧轻易不上乾清宫 当然上早朝 也不能离了心爱的大烟 宫廷总管大太监李莲英 手里会一直捧着一个 上朝专用的 轻便形小水烟袋 以便慈禧能 随时随地的 来上那么一口 早朝一般是一个时政 也就是两个小时 慈禧上完早朝 回到储秀宫 时间大概是 上午九点半左右 慈禧回宫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更衣间换衣服 最先摘的就是头饰 因为实在是太重了 老太太这脖子受不了 换完轻装之后 波波房就会献上 新做的典型 满人把干粮类的食物 都叫做波波 比如萨奇马 驴打滚 都是比较有名的波波 被宫里人看作是福大 造化大的象征 吃完点心 喝一杯茶 再吸两管大烟 歇息一会儿 慈禧就得传官房了 所谓官房 就是便盆 马桶 但只有堵子们用的 才能叫官房 普通骑人用的 只能叫便盆 宫里的官房 虽然各式各样 但一般都是瓷盆 而慈禧的官房 是用檀香木刻的 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国宝 如果保存了下来 现在肯定在大英博物馆 那这件西式珍宝 到底长什么样呢 曾经有一位 叫荣儿的老宫女 向人描述过她的风采 她说 那条大壁虎 叼得栩栩如生 宛如正在伺机捕食 蓄势待发 壁虎的尾巴 紧紧地卷着 尾梢绕回来 和尾根相交在一起 形成一个八字形 这条尾巴 也是官房的后把手 而壁虎的头 则往后扭着 两个眼睛上 镶线着名贵的宝石 闪闪发亮 壁虎的嘴巴 微微张开一条缝 缝里恰好可以咸着手指 笔布还要薄 纸被喷到发潮发粘之后 宫女们要再用铜运斗 轻轻地走上两边 为的是把纸毛运倒 不带毛的纸太滑 带毛的纸又拉屁股 只有纸毛被运倒了 运顺了的手指才最好用 接下来 倒了毛的纸 要被裁成长条 垫上湿布 再用热运斗 一来一往走一趟 那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能把纸落糊 糊纸很脆 易碎 怎么样 你们学会了没有 那经过这么一套 繁琐的程序 更适合中国太后体制的手指 终于算是加工好了 最后还要再把手指贴好 放进更衣间的 一个木盒子里备用 等到慈禧传官房的时候 再拿出来 塞进大壁虎的嘴里 让他闲着 再回到这个壁虎官房 壁虎的下颌 微微突出 刚好可以用来作为前把手 壁虎的肚子鼓鼓的 像个扁平的大葫芦 这就是用来容纳排泄物的地方 壁虎的四只爪子 狠狠地抓着地 这就是官房底座的四条腿 整个壁虎官房 比一般的瓷盆略高 慈禧可以骑在上面 坐着接手 官房的开口是椭圆形的 开口下面连通着壁虎的大肚子 肚子里填满了 肖木的细末 这些细末都是干燥蓬松的 排泄物一落下 就会立刻滚进肖木墨里 被包裹起来 根本看不见脏东西 当然也闻不到臭味了 这肖木墨 简直就是现在的猫杀呀 太讲究了 更讲究的是 慈禧的官房还是有盖的 官房盖子的阵中 握着一条玉雕的赤虎 这条赤虎就是官房盖的提手 握着这条赤虎呢 就能很轻松地把官房盖子拿开 这就是慈禧的壁虎官房 堪称大兴第一作便器 可惜的是 他随着慈禧一起埋进了东林 如今 我们也只能靠回忆录里的直言片语 来想象他的原貌 慈禧传完官房之后 皇帝皇后 贵妃们差不多也要来问安了 等寒暄几句 慈禧如果说 皇帝歇着去吧 皇后也歇着去吧 那就是要点他们走了 然后慈禧就要看奏折了 长师的宫女 就会赶紧把早朝带回来的奏折皇匣子 捧进进室里 这时候所有的宫女都要退避出去 慈禧在看奏折的时候脾气很大 如果这时候看谁不顺眼 就会立刻拖下去责罚 因此 宫里的人在这段时间都格外小心 连大戏也不敢出 上午十点半左右 慈禧看奏折也看累了 这时候就该吃午饭了 什么时候传善 也必须要有慈禧的口谕 连光绪皇帝也不能替他拿主意 有了慈禧的口谕 受善房三百多号人 才能里里外外一起行动 慈禧用善的时候 后面会有四个老太监 垂手站在身边或身后 还有一个老太监视力在一旁 专门给慈禧布善 菜摆齐之后 试善的老太监要喊一声善齐 然后才能请慈禧入座 这时候 慈禧如果用眼看哪一道菜 试善的老太监 就会把那道菜 往慈禧的身边挪一挪 然后用勺子给慈禧盛到碟里 如果慈禧尝了一口之后 说这道菜还不错 那么老太监就会再给他来一勺 然后就会把这道菜往下撤了 不能再咬第三勺 假如这道菜慈禧特别喜欢 来了第三勺 那么站在身后的四个老太监中 为首的那个 就会高喊一声 撤 这道菜有十天半个月 都不能再上餐桌了 吃饭不许过三勺 这是从努尔哈士 就留下来的祖宗家法 那四个老太监 就是执行家法的 纵然慈禧太后再一手遮天 也不能违背祖宗家法 在宫里 太后皇帝爱吃什么 是绝对不能碰的话题 下人们不许聊 不许问 甚至连做菜的御厨也不知道 因为不许你知道 不让你知道 这叫天意难测 谁要瞎吹太后爱吃什么 小心脑袋搬家 在宫里 太后皇帝绝对不会说 我爱吃什么 或者说我今天想吃什么 所以慈禧每次吃饭 都是一百二十几样菜 外加当即的食仙 这些菜全都摆上来 让慈禧随便挑着吃 吃饭不许过三勺的祖宗家法 也是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皇帝太后爱吃什么 因为要咬第三勺的菜 那准是皇帝太后爱吃的 万一让人知道了 在菜里下点毒 那皇子公主们就要吃齐了 在宫里 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传善 也不是传官方 而是睡觉 一切行动坐卧的安排 都以睡觉为主 皇帝 皇后 太后 小主们 在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之间 必须睡午觉 这叫得天地正气 慈禧睡醒之后 大概在下午两点钟左右 下午的时候慈禧一般比较闲 有时候可能看看豆折 有时候可能游个壶 喂个鸽子 在宫里 晚膳吃的比较早 一般是在下午五点前后 晚上七点左右 还有一次加餐 这就算是夜宵了 夜宵之后一个小时 慈禧就得洗脚洗澡了 在宫里洗澡都在晚上 没有在白天的 先说洗脚 楚秀公把这件事看得很重 因为慈禧洗脚不光是为了卫生 更重要的是为了养生 就说这洗脚水 就俩字 顶级讲究 比如夏季到了三福天 得用杭曲花煮水 煮沸之后的水 晾温了才能洗脚 这样能让慈禧清炫明目 浑身凉爽 到了冬季三九天 那就得用木瓜汤洗脚 能活血暖宫 温暖四肢 挺夸张的是吧 但这根本就不算讲究 根据四季气候的变化 当天天气的阴晴 还有慈禧个人的身体状况 洗脚水的配比 都是要经过太医调整的 比如要是那天慈禧上火了 那就不能再用木瓜汤了 得换新房子 慈禧洗脚用的是木胎银盆 银盆可以防毒 木胎不容易散热 每次洗脚都要用两个盆 一个用来放 我刚刚说的那种洗脚药水 另一个放清水 先用药水洗一遭 然后再用清水洗一遍 最后慈禧洗脚和洗澡的功率 一共是六个 洗脚两个 洗澡四个 这些私木的功率 都是专门训练过的技师 在洗脚的同时 还要把慈禧按得舒舒服服 吃完洗脚 再来说洗澡 洗澡用的也是饮澡盆 也是两个 表面看起来一模一样 但盆底有暗计 熟练的功率一摸 就能摸出差别 这两个澡盆绝对不能弄混 因为一个是用来洗上身的 一个是用来洗下身的 上下身分开洗 也不是因为讲卫生 而是慈禧迷信 慈禧相信上身是轻 代表红韵 下身为拙 代表黑韵 慈禧想一辈子走红韵 万事如意 所以绝对不能让黑韵污染了红韵 除了俩饮澡盆 慈禧还有一把 专门为洗澡设计的矮椅子 这把椅子也大有讲究 它只有一尺来高 很宽 但不长 四条腿很粗壮 每条腿上都吊着两条小龙 一条龙向上爬 一条龙向下走 这把椅子的椅背 是可以活动的 既能卸下来 也能向左向右转 椅子下面还有横托板 可以割脚 这把椅子看称 古代版的人体工学椅 比椅子更讲究的是慈禧的毛巾 毛巾整齐的陈列在托盘里 规规矩矩的叠在一起 二十五条一叠 四叠整整一百条 堆在那里就像小山一样 每条毛巾上都用黄丝线 绣着金龙 每一叠都是一种姿势 有脚手昂逝的 有回头望月的 有细珠的 有喷水的 为什么要这么多毛巾呢 因为洗澡盆里的水 要一直保持干净 毛巾浸湿了之后 捞出来就再也不能放回 洗澡盆里沾水了 毛巾得用完一条扔一条 洗完上身 就得用毛巾五十条 而水呢 依然还是干干净净的 上身洗完之后 宫女们会把澡盆 和用过的毛巾收拾干净 然后抬走 再重新抬进另外一只澡盆 永远是先洗上身 再洗下身 顺序绝对不能错 因为慈禧相信 上身是天 下身是地 地永远不能盖过天 下身也洗完之后 慈禧就换上睡衣 准备睡觉了 睡觉之前 一般还要保养一下 自己心爱的长指甲 这也特别的讲究 但今天就不展开了 大家想了解的话 就点个赞 点赞率超过4% 下期继续讲慈禧的奢侈生活 我前面说过 在宫里 最重要的就是睡觉 为了保证后人精力旺盛 永固江山 诺埃哈士传下祖讯 后世子孙 绝不许早上睡懒觉 不起床 也不许晚上熬夜不睡觉 即便是皇帝 再晚也不能晚于10点睡觉 所以一般晚上9点多 慈禧就睡觉了 这就是慈禧的一天 有工作 有休闲 有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奢侈生活 同时亦有最高权力 也无法免除的条条框框 而这些所有令人惊叹的奇观背后 是无数牛马般的大清子民的血汗 我是金连路11号的静风 希望大家也早睡早起 不要熬夜 完了各位 我先去睡觉了